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叔,欢迎收看本期大关家来关在吧,巴师傅的鸡球手遇到的是雕刻 这个监管是一个全能型监管,什么都能打的 机械,邮拆,勘探,加鸡球手 这边其实可以抗性多点一点 看见娃了,一夹,第二夹有没有 第二夹好像没时间去夹了 这边抓戒尸,反正不管娃打不打的掉 都对于雕刻家来讲都是赚的 就是这个机械师这个角色呢,这边还要远程 他是一个张狂啊,这边推一下 好像没夹到了,我听到夹到了,呃,我听到,诶,有了,有了 就是雕刻家放机械师,我们也是有见过的 但是呢,你放机械师最怕的是前期第一个点遇不到 找不到这个机械师,那是很伤的 如果能找到的话,就算这个娃 不打掉,你也不亏 娃不打掉也不亏 娃能打掉呢,那就血钻,就是个充电宝了 这里就算娃扛刀 我觉得雕刻家也可以啊 要不要闪现,不闪 呃,我觉得闪现也可以啊 早点起防守节奏嘛 闪现一刀震射,可以到二阶了 到二阶以后 这外面 击球手,哪怕是80伏 我觉得也救不了 卖了吧卖了吧卖了吧 这个只能找个人过来卡一卡卖一卖啊 能卖掉,还有的打 你但凡来救,我觉得都没得打 但凡来救,我觉得都没得打 这边 追一波 邮差 因为邮差是被通缉的,所以这个位置太明了 他可能还要再补一波吗 不补了,这边 看待员来了,进度给他看待员 有一说一呢,我是觉得这看待员过来救 没什么好救的 这怎么救 算了吧 这手里面还有三个雕像呢 你走 这没办法,这没办法 因为你这个就是 就是两个雕像 两组雕像加一刀的事情 这种级别的雕刻家 不太会给到机会 我觉得击球手来呢 可能还有机会一点 要比看待员有机会大一点 但是也不大机会 这边已经过半了 击球手是没带博命的还 耶 这个棒子的角度偏了一点点啊 那这边看待员交自己就交自己吧 投坟场 击倒机械师 然后挂飞以后再来处理后续吧 整个节奏是非常好的 现在地上倒着一个人 一个人交自己 还有一个上挂飞 对于求者来讲 这个局想盘平 我觉得可能性都不高 两个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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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待员先来 磁铁 磁铁 吸不上呀 吸不上没办法 吸不上那这边只能走了 走 你还想走啊 对不对 交完磁铁打完将 你拍拍屁股想走了 刚才你怎么不走 天堂有路 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非闯进来 好 我现在看你们怎么救 巴师傅败血 摸 摸完 鸡子还差一台半 那就只能看巴师傅能不能创造奇迹了 我觉得 哪怕强如 十八哥 也搞不定 也搞不定 有闪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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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雕像慢慢封 还有一组 还有一组 躲 躲 躲是躲的真不错 但人已经过半了 并且机子还差一整台 现在新的一组雕像又要好了 慢慢绕慢慢拖吧 雕像 有了 来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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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雕像倒地 一个雕像倒地 反身闪现 哎 一棒打开 救下来 哎 没救 没救下来 我去 这一波骗到椅子刀倒是真的不错 但是他没有能够去把这个人捞下来 捞下来呢 三根棒子 我觉得可能还真有那么一点点奇迹可以续血 但我刚才那波没救下来是真没救下来呢 而是还是说他就压根就不想救下来就不知道了 这个是真不知道了 不过这个局如果你说要让球者翻盘成三人开门战打三人 打三跑或者打平局我觉得还是不太可能还是不太可能 毕竟在这边技能手上还捏着呢 有底牌的 这边雕刻家其实相对来说打的比较稳的 他没有选择特别拼的那种就是上来刚那种闪现什么的 比较稳的一个打法 有分赏找到 进度给他揪手 来了来了来了最后一波单枪 起爆发 翻 牵制到油拆起来就可以 这边手里面雕像 其实去到两组我觉得就可以开打了 一刀好的 直接投降了 没什么办法 没什么办法 前期节奏太好了 改道任何不信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